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大妈 怎么是你 我找您说点事 你要干什么 外头说话不方便 咱们记不说话 怎么了 怎么了 大妈 大妈 怎么了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我干什么了 还不是约房子的事吗 我还没说呢 您怎么知道我要给您房子的事 我早听说了 有一处搞拆迁 人一大家子早上还没起呢 就让几个蒙面大汉给绑走了 飞到一个车里不知道拉哪儿去了 大妈 你个真道 我怎么能干这种 这种下作的事情呢 大妈 您误会了 我这次来找您 真的是要跟您 跟您 要跟你谈房子的事 要跟你谈房子的事 给您房子 你等一下给我房子 房本呢 房本现在哪儿有啊 但是我们有合同 外头 外头说话不方便 人多 眼杂 上车上说 上车上说 不 房 房 你要先人多眼杂 上我们家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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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上车上给您拿合同 这年头 各种骗局都绑想带老太太我身上拔毛 房本 房本没带 只有合同 合同 能不能假的跟真的是在骗我玩 怎么能呢 您仔细看看 看看 七九鹅 往下看 都一趟我先发 这真的 激动 小点声 小点声 你看看 大总您 您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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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请 您瞧我 我刚才还以为您 要把我弄车里头去 我怎么能干那种下座的事情 我这次来 是专门来给您送房子的 是是 老天爷看眼的 多给我一趟两句事 小点声 还不带拆迁补交条件呢 别激动 但是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你看 您女婿 假离婚 不就是为了多弄套房子吗 没错 您千万别让她 变成真离婚就行 您的意思是 看好您的女婿 千万别让她跟着别人跑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回来了 当然 有点不加条件 普通 您仔细看看 好好好 唐总 您怎么到我们家来了 找您做下心理书的 那这个我先跟大妈聊了会天 哎呀 我这心理一下就户上太狼了 太狼了 太狼了 谢谢 别告诉她 我知道 有空了 好好好 慢走 那您慢走啊 好 唐总慢走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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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会给人看病了 我给人看什么病啊我 我这病让人家看好了 哎呦 哎呦 我这这这这 有飞有店有房子 还有好几处能挑 到天员真是开眼了 我给说出来了 说吧 唐一瓶找你干嘛来了 我不说 老实交代 我这手续用 这你手续用呢 这唐一瓶够聪明 知道俯身您必须是我爸有用 只要这房子一到手 您肯定不让我爸娶别的女人 你怎么知道 这唐一瓶刚走 合同还在我手里 这还用猜啊 您答应啊 我想了半天哪选的李婉华 她有风险 你说吧 她要做的跟她说的一样好 那还行 要是不那样 咱家不就毁了吗 所以呢 所以我要亲自去考验她一下 看她能不能接受咱们 多加大口一大家子 那要是考验的结果好 你怎么跟人唐一瓶招待呀 就唐一瓶 把咱们家折腾成这样 咱们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她给咱们这套房子 那也是应该的 可儿姥姥 我必须得提醒你啊 这买的永远没有卖的金 你可千万别上当受骗 悠悠啊 还有你操心 她不给我整套的房子手续 我就不给她办事 不见兔子不撒鹰 姥姥是谁啊 我能吃亏 那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我还不放心你呢 不放心我 我知道 什么事你都向着你爸爸 我爸养了我多少年 您就养了我多少年 我能就向着我爸 不向着您啊 您多信了 乖孙姥 我信了你了 这可关系到咱们家今后生活的幸福指数 你把你的嘴勾延了 放心吧老婆 这事我肯定向着咱家 那是 那咱们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呀 下一步呀 不告诉你 这老太太 您今天心还挺高的 过一天算一天到时候再说 收起来吧您 反正真的假的呢 反正再说事了 真是一道 啊 这死就好呢 您 不要 您 那我 准备了 他把你安做好 要不然我怎么会怀疑交代 人在路径通知书上 特别规定 新生必须要独立完成 所有报道过程 必须有人都忙 进去也帮不上 不是 这谁规定了呀 学校 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这么做 简直太好了 真的 什么 他从新生第一天入校 去锻炼新生的自理能力 这个其他学校 都应该像现在这个 我错 好了好了 我错 豆豆 我跟你说得认真的 你呀 好像大学比别人都不容易 所以你更要珍惜 你要把你这个 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业上 不要想一切乱七八糟的 听到没有 听到 那我也要对你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 第一 早晚必须给我打一个电话 不设上限 第二 周末必须亲自接送我回单 第三 必须跟别的女人回货 全部答应 走了 去吧 拜拜 拜拜 老师好 librarian 提堂 来 2 2 2 吃点东西啊 如果咱俩不是同学 还不知道这次评估会是什么结果呢 你以为这次评估跟你有关系吗 如果跟你有关系的话 我今天根本不回来见你 这话什么意思啊 实话告诉你吧 很早之前呢 我爸就可以给我暗示 也不应该说是暗示 应该说是明确的指示 希望我给唐一品放水 因为他想拿唐一品的项目 而且唐一品跟他私底下也有 然后呢 没什么然后呢 如果有然后的话 我也没脸再见你啊 其实我早就猜到 我大小也算是个心理医生啊 那我应该感谢著名心理医生对我的理解了是吧 其实是我应该谢谢你 好 谢我什么 深圳是个商业气息多强烈的地方啊 你去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怎么变 还是那个好的 那我可以把这句话里写给你对我的报奖吗 不过话说回来啊 回来的局面可比深圳强烈多了 那就拿家庭关系来说吧 一个亲爸 一个吼妈 还有一个吼妈的先父 还有一个既不同父又不同母的妹妹 除了家庭关系之外 我还要面对自己的老师 还有同桌的你 虽然我点儿复杂 复杂吧 家庭关系 商业利益 社会关系 个人原则 难为死我这个评估师了 那 著名的大评估师 你对你自己往后的生活怎么评估啊 是这样的 我对自己未来的评估 将来会有一个后霸 还有一个 另外的既不同父又不同母的亲妹妹 饿了 别看扯吃啊 好好好 谁呀 大妈 是我 唐老板 有事儿吗 合同的事儿 你还没给个回话呢 我还没想好呢 呦 这是晚华工坊的绣活吧 好眼力啊 还没考虑好呢 就给人做驾医生了 还伤着赶子 我跟他走得近了点 是为了了解他 好下个决心 了解他 您了解他干嘛 您最好还是先弄清 自己日后生活的保障在哪儿吧 那你觉得我日后的生活保证应该在哪儿呢 女儿 女婿 外孙女儿 再加上一套属于自己名下的房子 这才是你幸福生活的保障啊 我女婿那婚是我逼着她离的 知道 她给我写过承诺书 答应照顾我一辈子 哎 人心隔肚皮啊 当女婿不再是女婿的时候 她有必要照顾你吗 她都跟着别人跑了 你拿着一个保证书管什么用啊 我说唐老板 你多个事还忙不过来呀 我们家的事是不是掺和的太多了 不 这不是您一家的事 是咱们两家的事 你想想 您有两套房子 一家三百人 和和美美的 我呢 我的家庭也要破镜重圆呢 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啊 两全其美 对 您呢 再考虑考虑 您答应了 太好了 我让孙秘府马上来拿合同 那我告辞了 行了 行了 去 得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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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看 咱们新买的房子啊 就在那栋楼高十六层 那楼背面就是西山 风景可美了 以后啊 今天陪着您去散步 您跟着我们啊 就等着享幸福吧 求人不如求己 曙光 妈这回 对不起你了 记得要去吃烦楼的啊 好 我还说下了班上您那儿取下 您怎么就来了 拿来我给烫了吧 这活儿交不了了 怎么交不了了 做坏了 怎么坏了 这两天照顾迎春吧 晚上睡不好 白天的老打瞌睡 再加着我这手疼的毛病啊 又犯了 这个 那天袖着袖着吧 都睡着了 这醒了一看吧 袖的是迎春的床单 那衣服呢 这衣服啊 一不留神 当抹布用了 那咱洗一洗 再给烫它们 线全毁了 要是还有纱 和料子什么的 那倒是强行还行 我这很没有多余的 没事您帮管了 我想办法吧 您手疼您怎么不早说呀 我也是 我应该想到 好长时间没拿针了 我这 我这 这给医生做得不错呀 跟那灵心刷刷 少演一节目不就 哎 干吗 喂 我想明白了 谁啊 大房间的老太太 姓齐 哦 是 是齐大妈呀 您说 您想明白了是吗 啊 好 好 那我马上派人去拿合同 您稍等啊 好 说早知道这样 就不把那秀活交给我了 说完 扭头就走了 你说 我要不是没日没夜地赶这秀活 我这手能疼吗 再说了 我这手疼的老毛病什么时候犯 我也不知道啊 还说我没提前告诉他 您手疼是老毛病 人令华也不知道 我也觉得拿着绣花真没事呢 绣花嘛 费眼的不费手啊 要早就是这样 我也不让您接这活了 瞧瞧瞧瞧瞧 处处向着人家 这倒好 我这想试的不该试的 我全试出来了 哎 瞧您说的 有那么严重吗 再说了 您试着要试吧 别摔人东西啊 哦 您把这东西摔了 还不能让人心疼心疼啊 嘿 喂 你算冤枫死我了 我这手啊 是拿惯了那铁烙腿的手 那个玩意啊 个头挺大 它没分量 我这一拿起来 我就知道要坏 哎 这东西顺着我的劲 就掉地去了 给我给心疼的哟 东西摔了 衣服脏了 人家不没说什么吗 是啊 订单到期了 货交不上 钱没赚着 大客户跑了 瞧着我都得闹心 可不是没心思跟我说话吗 撂了一句话 人家走了 不会吧 哎呦 我太佩服我自己了 我英明的太决定了 您决定什么了 我决定什么 你就等着沾光吧 小贼 我觉得吧 他一定有什么急事 忙着去办 才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呢 咱们别急着给人定性 我问问他 看看什么情况 好不好 如果真是因为咱们的原因 给人造成什么损失 咱陪人不就完了吗 哎呦喂 那可陪不起 哈喽 我上我爸那儿去啊 给您拿他独门秘制的 要酒 输金活血 看看给您柔柔能不能好点 我妈在上说呢 说你一看他手坏了 直直就跑你爸爸那儿 去拿酒去了 一单小活 反正也赶不上了 无所谓 他妈的手才重要 这单生意交不上 我顾着 你损失惨重 要让我赔吧 也是让我真赔不上 你可得等些日子了 这赚钱哪有头啊 少一单饿不死 多一单也撑不坏 这都是小事 大妈 您的健康才是最大的事 您看啊 您现在居住这环境多差 跟个垃圾堆似的 大妈 咱能不能想想 搬家这事啊 您要是真想等人开口 我可来求您来了 您就舔个头 孙众里来 大妈 我们唐总上回给您的合同 您已经签好了吧 这 我今天是特意来拿的 不是 找错门了吧 不是 我是一批挺身的孙众的 我们唐总派我来拿 您签好的合同 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 我们唐总上回给大妈一份合同 说大妈今天已经签好了 让我今天来拿 干什么唐总 我想明白了 唐总就是说你想明白了 所以不让我来拿 想明白了才不要的 你想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我 我还想不明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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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弄得我弄动了呀 大妈 不是 我被不了 你让唐总亲自来拿吧 这 快走 你让他拿 莫名其妙 妈到底怎么回事啊 唐一品是谁 你们认识吗 我 我也不认识 我想起来了 到底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验收吧 巧夺天工啊 你 你不是说这修坏了吗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什么 我妈这是考验你呢 恭喜你 过关了 大妈 您还有什么防不下的 您今天就都说出来 没有 挺好 挺好的 女婿没了 到时候的房子也没了 大妈 您不是没有女婿了 您是多了个女儿 多了个儿媳妇 那房子咱也没少 那房子咱也没少 是咱的 这都是您的 都 都是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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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总 谁 唐总 有两个消息 一个是好消息 另一个不是好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消息 当然先听好消息了 老鼠光要搬了 老鼠光要搬了 他终于要搬走了 搬去李老华家 你说什么 他到底还是要 我们给齐老太太准备的那个奖励方呢 这是退回来的合同 这件事你办得倒挺痛苦的 您教他叫快啊 走 洗完了 洗完了 行行你别挂了 你别挂了 没事别站手啊 你说 我怎么觉得心里面 有点亏欠人家浩浩 亏欠浩 不是 主要是亏欠浩的爸爸 跟王大冲有什么关系啊 你想想 人家王大冲让我保证绝不插足 他没做到 浩浩评工办事 让他一瓶出了那么大笔钱 在耽误了人家王大冲的生意 绝对有点不大合适 要说差足 现在是王大冲和唐玉品超咱俩子 别来势啊 什么来劲 好 来啦 小妈 你说什么呢 两人这么高兴 催您搬家来啦 你前酷不紧的催了 到换你催着我搬了 你怎么不出口 可不就能来催您吗 您看 这拆迁补偿款咱也赢了 那咱就别住这么乱七八糟的地儿了 您看看这什么呀 用那垃圾堆似的 又危险 对您脑身体又不好是吧 可不是嘛 现在我们都都已经上学了 我那房子空着 我一个人跟问他 就盼着您老一家跟你做班 这 是吧 爸 您啊 您真打算住那个周转房去啊 那么老远 周转房倒是肯定不能去 那 不是 那您是嫌我诚意不够 这样的诚意还不够 那什么样的诚意才叫够呢 真难为死我了 您这什么意思啊 那您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 不是 不是我 暂时还不能搬啊 为什么 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没办呢 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没办呢 看来今天是 刘老师请客 我买单了啊 为什么 一看这里的装修 我就知道这里的菜价 咱是老居了 你是觉得我没有钱 不是 你一中学老师 你吃得起这个 钱我还是有一点的 只不过没有时间和没地方花的 真的 刘老 那他们今儿就放开了吃吧 好啊 今天咱俩的任务 就是要把刘老师吃出类了 好 来那咱们开始吧 二位都是大老板 都是盲人 二位能够光临 我非常感谢 不是 你像你这客套话 场面的话 你就少说 你呢 也不用把我们两个当成你的学生来跟我们上课 你有什么就直说 我这还有事呢 甭废话成了 好吧 好好好 听尤老师慢慢说 好好好 二位既然都忙呢 我就实话实说 直来直去 我跟网华两情相悦 已经准备向他求婚了 你什么意思呢 你是不是认为你马上就要追到网华 就把我们两个找来 你是当着我们的面 你显摆是吗 我绝不是显摆 我也没有必要显摆 其实 我跟网华的感情早就水到渠成了 只不过我家里有些情况 让我不敢正视这份感情 我特别感谢二位前任推破助澜 使我能够下决心 迈出这一步 有曙光 我还就告诉你 你现在不是没结婚呢 你一天不结婚 我就跟你战斗到底 你就算结了婚 你只要对网华不好 我还跟你战斗到底 都说能够伺候13年 这个植物人妻子的丈夫天下难找 其实能够跟丈夫的前妻和前丈夫娘住在一起 并且承诺他们要照顾他们一辈子的妻子更难找 所以我想劝二位呢 就死了这份心吧 这是我今天请二位来最终要表达的目的 我说唐总啊 你跟我争网华的时候 你信誓旦旦 充满了信心 你今儿怎么了你 你坐那儿一句话都不说 你就看着你的情敌在你面前耀武扬威 你是不是因为今天就是让你要买这顿单 把你吓傻了 看你说的这是 商场上打拼这么多年了 什么场面没见过呀 这次偏偏在八方街 我栽了一个小小的跟斗 那这个跟斗栽的我 真是太幸福了 我找到了自己的女儿 我们现在天天通通电话 聊聊QQ 一起打那个网上游戏 真是太幸福了 我现在可以说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这里呢我还要感谢尤老师 感谢豆豆的大冲爸爸 所以我现在特别能体谅 尤老师对家庭的那份渴望 我想尤老师说要给自己的女人幸福 一定不是空话 我想是吧 这里呢我表个态 祝尤老师能够早日顺利的得到自己的幸福 来 咱们为尤老师的幸福干一杯 来 我们祝尤老师早日得到他追求的幸福 来 事儿办完了 怎么样啊 挺好的 他们俩怎么说的 他们俩最后说 祝福咱们俩 你一会儿再吃点东西 我不吃了 不想别来到 怎么了 不舒服啊 没有 那怎么了 没什么 你什么有什么事啊 有什么事说啊 说什么事 我 说 我 有说呀 什么事啊 我 你说不出口你就只劲说 往下说 不管什么你就说出来就好了 我 继续说 我 继续说 我 你干嘛买呢 你买它干嘛呀 你也不是这样的人 不是我 我跟他们俩一分手 我我心里特别高兴也特激动 然后我一下就跑到花店里去了 我就买了 买完之后 我就 我想起王达冲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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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就 我特好悔 我可是我 你求你买它干嘛 瞎话的钱 没多少钱 我 我不是心疼那钱 我是心疼你在花店里受那罪 特难为情吧 我 我 我汗都下来了 我 这你就是 不过你买花我还是挺高兴的 但是你不能买三朵啊 要么买一只 要么买一捧 没听说我买三朵的 能买一只啊 咱们早知买一只还剩了呢 不是买一只 要买买一捧 买颗白菜就行 那 你收下吧 白菜你给吓死了 不好意思呢 有吃的吗 我有点热了 给我找个花瓶插进去 我就给你做饭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是否则 哎呀 婉华呀 婉华呀 你这是何苦来呢 有曙光跟我比 都好在哪儿了 你呀 这是又鬼迷心窍了 哎 婷婷 哎呀 这事要不了了 我的婉华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哎呀 我也是个俗人哪 婉华 原谅我吧 我尽快跟她聊 这点太小了 太小了 哎 慢点 慢点 我把这些东西放在小车上了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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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过来 过来 好 哎 来 上班 来来来来 帮忙了 来来来 帮忙了 快 哎呀 把这个搭上去 哎 是 是 顾抵 顾抵 哎 对 对 好 什么东西啊 不是东西 妈 这 其实拆迁以来吧 我就一直没想明的一个事 老橘 您是怕房子小啊 不够住啊 家里边 是吧 就是 就 要不是婉华提醒我吧 我还没明白呢 就是 跟你说 跟你说 跟你说什么 大妈 我以您准儿媳妇的身份 给您写了一封保证书 我想的是 您以为 我到您家来以后 日子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保证 日子一定是不一样的 咱们一家人一块过日子 只能比以前好 不会比以前差 以前 您指望大姐 后来 您指望曙光 今后 您指望曙光和晚华 您要是累了 我们俩就是您的手 您要走不动了 我们俩就是您的腿 您要是看不见了 我们俩就是您的眼睛 我们俩 您要是老您痴呆了 我们俩就是您的明白 怎么了 我们给您养老送庄 这是您意思 我说错了吗 就干对啊 就你们俩是哪儿够啊 还有我的嘛 热了啦 快来来 快来来来 快来来来 快来来 快来来来 把大劲大劲先搬 快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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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来来 快来来来 真够热了的啊 刘老师 不做烦就搬了 您不再考虑考虑了 不考虑了 神里一回一回地催 我不是来催你 我是来搭八嫂的 在这一块好几个月 都大出感情来的 小太太 我们唐总奖利民的房子 您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都看着心疼了 孙助理 什么房子呀 那你们叫老太太吧 爸 怎么回事啊 哪有什么强力的房子呀 就是唐一品探 咱们家往华一加班 心里不痛快 找一个小鬼来捣乱来了 嘿嘿嘿 姑娘 怎么说话呢 谁是小鬼啊 嘿嘿 小鬼就是你 去 该干嘛干嘛去 去去去去去 走走走 不是 我是来搭八嫂 不是 我是来搭 快走我让唐总来搭八嫂 搭八嫂 妈 什么事 什么事啊 不是 那唐一品呢 是找过我 他让我 帮他办一件事 说办成个营 讲了一个套房 靠压根没理他那茬 是不是悠悠 对 压根没理他 没理他 赶紧办 赶紧办 快快快 来来来 超大劲的 快快 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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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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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太往心里去 看了就好 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事没事 你们家这个旧家具啊 我给你搁在一个库房里 好 整身盖好之后啊 我再帮你搬回来 好 谢谢谢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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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别忘了 到时候咱们分房的时候 选房还选一起啊 就你想着自己那点事啊 不是怕她忘了 哎 住了几十年了 今天说要走 就心里边 算了 您看你 用不了多少时候 咱还回来呢 就是 回来的时候 这条街 可就全没了 哎呦 老了 咱回来的时候 这就是新楼了 到时候环境 可比现在好多了 就是就是 来 凌春 你也看看 孙姨 咱们走了啊 再看看啊 用不了多长时间 咱回来呢 来 老爸 放火了 大鸡 人家 青奶奶 你可千万别忘了 小萝卜 我们的利益冲突还有吗 不存在了 你的价是不是也歇得差不多了 明天到人事部报到吧 唐总 听着你